她只是在房间里睡了一觉 再睁眼就穿到了古代 家里穷的 只有一间茅草屋 连饭都吃不饱 下一秒 这顿顿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只因获得了快递会系统 大姐 大姐 大姐你醒了 我虚岁才二十一 就被人叫大姐了吗 承晚看见一个丫头 正蹲在自己面前 一脸惊喜地看向自己 这丫头是谁啊 哼 王二狗那个小瘪犊子 居然抢咱俩挖的野菜 还害得大姐你摔了一跤 回头见了他 我非得挠挂他的脸不渴 承晚一头雾水地 听着这丫头喷人 什么情况 我不是在房间睡觉吗 承晚只觉得脑袋一阵刺激 想起了这具身体的记忆 记忆很杂乱 东一榔头 西一锤子地说实话 承晚总觉得 不太像个正常人的记忆 大姐乖 咱们这就回家了 回家请大夫给大姐瞧瞧 大姐就不难受了 承晚一边乖乖地任由 承小语牵着他走 一边在脑子里 飞快地整理原生的记忆 终于明白 为什么脑子里的记忆 杂乱无章 而承小语对他这个大姐的态度 又为何奇奇怪怪了 因为原生是个傻子 小瘾 又带着你姐上山挖野菜了 是啊 麻省 不是我多嘴 你姐一个傻子 把她关屋里就是了 你把她带出来 还得费心思看着她 多费劲呢 你才傻子 你全家都是傻子 我愿意带我姐出来 我愿意看着我姐 要你管 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嘿 说实话你还不爱听了 小小年纪牙尖嘴利 也不看见你们家那穷酸样 谁稀地搭理你们 承晚回头 深深地看了一眼 麻省是吧 她记住了 麻省 也就是马翠兰 正好与承晚回望的那眼对手 这承家的傻子怎么怪怪的 真是晦气 大姐 你别听那马翠兰胡说 能说了 你才不是傻子呢 等时间到了 大姐就会和正常人一样的 什么时间到了 就是能说 大姐小的时候 有高僧给大姐算过的 大姐是活不全 等大姐活回来了 大姐自然就好了 到时候看 大 大姐 咋了 承小语呆呆站在原地 不敢相信 自己的大姐 傻病竟然好了 阿婉 小语她说 娘 爱 王氏的眼泪当即就掉了下来 然后承晚猛的就被纳入了一个温暖的怀中 听见王氏的哭声 村里人赶来 以为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一来就看见王氏抱着承晚痛苦 与承家关系比较好的张婆子 先出声问道 这是咋了 阿婉出啥事了 承晚的奶奶林老太摆了摆手 一向有些刻薄的老太太 难得没说刻薄话 好事 我们家阿婉傻病好了 得了傻病还想好 我看是骗人的吧 只不定是王氏想她闺女 好想疯了呢 李红妞 老娘就知道是你 非得撕烂你的嘴才行 呦 林大娘 瞧你气的 我又没胡说 不然你让你们家承晚给我们看看 不然这水小的承晚还是不是个傻子呢 不过还是傻子也不用愁 我认识一个老头正要讨喜富儿呢 我看你家承晚配那老头正好 听见李红妞这话 王氏当即就要和李红妞争论 承晚扯住王氏 看着李红妞 你瞅啥 瞅你咋的 看你长得挺丑的 小眼睛 蒜头鼻 厚嘴唇 关键嘴唇还包不住牙齿 你那大黄牙露在外面 我在这儿都能闻见你的口臭 你一个小金人 烂蹄子 敢骂我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我什么时候喷你了 说实话 难道也不让说 好 那我以后 没了良心说你长得美 这总行了吧 围观的人群没忍住 纷纷喷笑讲 李红妞猙獰着一张脸朝 承晚扑了过来 承晚攥住李红妞的胳膊 抬手一个大笔斗 拽在了她的脸上 这下瞅清楚了吧 我还傻吗 我娘是疯了吗 他们有些震惊地 看向承晚 不少人都在心里嘀咕 这承家的傻子是不傻了 但估计也是个不安生 林老太回过神 摆摆手 说道 行了 热闹看完都散了吧 林老太看着李红妞离开的背影 爽快之后 心里是浓浓地害怕 谁让你跟她动手了 可显着你厉害 嘿 这老太太 明明刚刚看到李红妞那惨样 笑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 还有你傻站着干傻 还不赶紧去地里 把你爹他们给喊回来 只因女主抱开了村里恶霸的媳妇 下一秒 恶霸就带了180号人打上门来 没想着一拳一个 反手就去恶霸家把房子都拆了 阿婉 你去找个地方躲起来 等天黑了 再偷摸回来 嗯 为什么要躲起来 咱们家和李红妞他们家是有就恨的 当年李红妞儿子要抢你大哥和二哥捡的木柴 结果没抢过 反被你大哥和二哥合伙K了一顿 李红妞儿子回家后 恶人先告状 孙李姓陶的那两家人来咱家 不仅不听解释 还把咱家能砸的都给砸了 家里人想拦着也被K得不清 他们最后又放完狠话 才肯离开 承婉听明白了 然后觉得自己配李红妞还是配太轻了 当时就不该太收着力 进了承家的茅草屋 承婉感受到了承家到底有多穷算 真是家图四地 没一件像样的家具 阿婉拿着馒套出去躲一躲 快去 我不走 我自己打的人 后果我担着 而且我能躲去哪里呢 我总不能永远不回来了 承婉是肯定不能躲的 不然陶家人来了 却看不见他 怒火肯定要发泄在这个家和家里其他人身上 这种事承婉做不出来 娘 陶家人当年来闹事 就没人帮帮咱家吗 村长也不管吗 村里就咱们一家姓程 姻亲也都在别村 离得远 在村里虽也有处得好的人家 可这种事没有实在关系 谁会惹得一身骚呢 至于村长 还是那句话 只要不闹出人命 是不会管的 那我们村几家姓陶的 就那两家吗 那也不是咱们家能比的 他们两家男丁多 咱们家成年男丁 只有你爹和你二叔 而且你二叔一家 今天不在家 娘 我现在已经不傻了 黑人我可以帮忙的 而且 我觉得我的力气 好像不一般 万万不行 你自小力气就比旁人要大 总是一个不小心 就弄坏了东西 我和你爹总想着帮你遮掩一些 不然一般人 谁能接受女子 有身怪力气呢 更别说打架帮忙 是万万不行的 程婉梅和王室 继续争论这个问题 这是两个时代造就的思想差异 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达成一致的 反正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影响 程婉该动手时就动手 那小语说 有高僧曾说 我回不全是怎么一回事 当年发现你异于常人的时候 我和你爹带你去县里 也看过大夫 但大夫都说天生吃傻 你这辈子也就那样了 后来我和你爹去了烫报德寺 想着求佛祖保佑 你无辈子平平安 报德寺的方丈窥击大师 见了你 说你是活不全等活回来了 人也就好了 这么神奇吗 难不成那大师说的浑堆 就是我的穿越 那我还有穿越必备的金手指吗 或者一身大力气 就是我的金手指 承晚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虚拟画面 险些惊叫出声 还好及时用手捂住了嘴巴 怎么了 承晚发现 王氏压根对空中的虚拟画面没反应 放下心来 说道 没事 娘 我去趟茅房 承晚发现 这画面中显示的居然是快递柜 又试着用手碰了一下 取出了一个快递 发现是一刀金项链 所以我的金手指 就是可以快时空收别人的快递 本来还瞅着 这家里这么穷 接下来该怎么改善生活呢 这下不直接起飞 大姐 嗯 我在这儿 一个面容沧桑 一脸憨厚老实的中年汉子 泪流满面地看着城外 大姐 这是爹 别可疼你了 爹 哎 好了就好 安婉 我是大哥 大哥 坐屎啊 一个个的还笑得出来 都是些没脑子的东西 您老太现在属于是看谁都不顺眼 娘 婉婉她刚好 什么都不知道啊 哼 不知道就能给家里惹来这么大乱子 当年家里被砸花了多少功夫和银钱 还重新置办的这些东西 这次再被砸 咱们一家就等着恶嘎吧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傻着呢 城大牛眼睛冒火地看着林老太 她闺女好不容易好了 娘怎么能这么说 娘 八婉没做错什么 是我和二弟没本事 才让咱们一家受欺负 城晚听到这儿有些诧异得看着城大牛 心里感叹 这爹是个明白人 你们都没错 是老娘的错 老娘就不该生你们这些讨债鬼 突然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城晚 给老子滚出来 这 这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晚晚 你赶紧去找地方躲起来 带上小雨和三瓶 你们仨都走 不到天黑别回来 快 城晚心中一位林老太生出的伙计 在这一刻突然消失殆尽 这个奶她认了 一个中年汉子扛着把扫把打头 后面跟着个手拿各种家伙事的陶姓人 和一群凑热闹的吃瓜群众 林老太看见陶家这阵仗 当即被吓得腿软 要不咱 咱求求他们 饶过咱家这一回 啊 咱们家经不起再被砸一次了呀 城晚呢 让他给我滚出来 陶家人向来欺然怕硬 咱们越是低头 陶家只会更蛮横不讲理 我不是让他找地方躲躲吗 他这是要干啥 我婆娘是你打的 如果你婆娘是李红妞 那确实是我打的 小狗人 你找他 城晚眼神一利 超级家伙朝着陶老大的腿 就挥了过去 你敢打我爹 小狗人 今天非把你家破房子给你拆了 打断城家人的腿 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我以为这陶家人气势汹汹的来城家 应该会不会啥劲的就把城家砸了呢 结果被K成这样 谁说不使呢 听说今天城家老二还不在家 这姓陶的砸城家不是比那年更轻松 谁成想看这驾驶是踢到铁板了 这样狠的丫头 我看怎么嫁得出去 阿婉长得好 又知道护家 多好的孩子 怎么就嫁不出去了 这明明是姓陶的上门欺负人 难不成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被砸 张婆子这话得到赞同 他们虽不会亲自上手帮城家和陶家打架 但心里对谁对谁错都有感受 恶霸带人前来报复 没想到他竟然力大无穷 当场就发飙 随手就把恶霸报回一顿 小雨 他们两家住哪 你知道吧 我知道 我带大姐去 你想干嘛 我们都被K成这样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说呢 当然是给你们送一份大礼 小雨 我们走 到了陶家门口 成婉让俩人在外面等着 自己一个人进了陶家 成婉 你咋会在这儿 在屋里的李红妞听到婆母的声音 连忙从屋里跑了出来 我来给你们送礼 说完 成婉在老妇和李红妞的木凳口袋中 举起大锤朝房子就挥了下去 此时 林老太和王氏 和吃瓜群众赶到现场 一个个都是木凳口呆的 村长啊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成家实在太欺负人了 事情经过我都知道了 你们家先上门闹事 成家反击 你们当年砸成家 成家今天砸了你们两家 这不是很公平吗 还要我做什么主 这事就这么着办 大家都散了 各回各家吧 村长 明明是成婉先动的首K我 村长 是李红妞先开口骂人 又要打我家阿婉 我家阿婉这才还手的 王氏 这话说的极有技巧 全然不提李红妞骂人 成婉也骂了回去的事 然而村长自然知道 今天这一出到底是怎么个经过 虽然目前来看 陶家太惨了些 但都是自己做的 重什么因得什么果 实在让人可怜不起来 但依然有那脑子不清楚的 为陶家抱不平 村长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 那这成家也太狠了 这陶家的男人 现在还躺在成家的院里 起不来呢 尤其是陶老大 被K的可狠了 这成家又把他们家给砸了 这让他们两家 接下来的日子咋过吗 不如让成家 给那两家赔些银钱 或者粮食吧 此话一出 陶家人期待地看向村长 而成家人 则是对马翠兰怒目而视 李红妞 这马翠兰 不会是看上你相公陶老大了吧 不然 他为啥对你家这么好 连村长都说 咱们两家的事 算一报还一报 就这么了了 马翠兰还非要给你家 争取些东西 他跟我家又没仇 你说他要不是 看上你相公了 心疼你相公 他这么做屠杀 李红妞扭头 瞪是马翠兰 那样子 像是要生死了马翠兰 成婉 你胡零零什么 谁看上陶老大了 我只是觉得 你家做事太狠了 我家哪里狠了 不过是有样学样而已 今天陶老大他们 闹这么一出 我家也有人受伤 现在我家院子 还乱糟糟一片 好些家当都被砸坏了 接下来日子难过呢 你只看到陶老大惨 半点看不到我成家难 你还说 不是看上了陶老大 好聪明厉害的丫头 先转移矛盾 又向大家卖惨 这成家怕是要起来了 陶家的 找些人去成家 把你们家人给抬回家去 躺在人家成家院子里 算怎么回事 而且也不方便 那些人找大夫智商 待人都走光 离把院里 就只剩下了成家自己人 几个人 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琪琪放声大笑起来 自从老头子走后 老娘就没像今天这么痛快过 来 去请个大夫吧 别和大哥身上的伤 得好好瞧 大姐也得瞧瞧 大姐今天摔了一跤 而且打架的时候 也被打了几下呢 什么摔了一跤 咋没听你说 今天我带大姐去挖野菜 碰到了王二狗 他见就我和大姐两个人 就要抢我和大姐挖的野菜 大姐想去追他 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 当时大姐还脑袋疼呢 下回碰到王二狗子 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 我没事 当时脑袋疼那一下之后 我就不傻了 而且经过今天这事后 别说王二狗子 就是张二狗子 张二狗子也不敢再抢咱家东西 娘 还是找个大夫来吧 给受伤的人都瞧瞧 是该瞧瞧的 还得跑快些请 咱这附近几个村只有一个大夫 姓陶的肯定也会去请他来的 咱们速度快些 好让张大夫先给咱们家看 还有老二这个鼠王吧的 这都啥时候了 还不到家 真是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我这就去 娘 我陪你一起去吧 最多两刻钟就到 天黑前肯定能回来 你老是歇着吧 这个女人穿越古代 意外获得快递柜系统 每天不花钱就可以拆快递 试问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呢 不花钱拆快递是真快乐啊 不过拆了这么多 东西都不一样 感觉是在开盲盒 物品都是随机的 另外 承晚还发现 快递柜还可以储存之前开过的快递 这让承晚由衷地感叹 金手指的贴心 让拆完的快递完全没有后果之用 此时 林老太的二儿子 承二牛一家走亲戚回来了 人 咱家这是咋了 咋了 你看不出来 跟人K价了呗 K价 和谁K价了 因为啥 咋能K价呢 不就是和人K个价吗 丑你们这没见识的样 承二牛被林老太说得一脸猛 他就去走了个亲戚 怎么再回家 就感觉那么不一样呢 而经历过今天这一遭 林老太又觉得他行了 自认不是以前的那个林老太了 现在对二儿子和二媳 这大惊小怪的模样 很是看不上眼 二叔 承二牛呆呆地看向承晚 他只觉得哪哪都不对劲 今天承家发生的所有事 还久久不能回神 阿婉 你真是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真是不叫罢了 一叫惊人 是不明则疑 一名惊人吧 对对对 哎呀 二平啊 咱俩真是错过了 今天这么大场面 这么好的出气机会 咱俩居然不在家 咱们吃完香午饭 应该立马回来的 这样说不定还能赶上 行了 K都K完了 咱也砸完了 这事已经完了 你们去屋里瞧瞧 老大和大平 他俩伤得可是不轻 林老太和小林氏 此时正在厨房准备做饭 林老太小心地从坛子里 掏出了两个鸡蛋 娘 两个太少了 再拿一个吧 大哥他们得好好补补呢 鸡蛋在承家 是非常重要的财产 平日里都是存起来 拿到县城卖了 好买些油盐针线的 今天林老太是心疼 承大牛他们 这才忍着心疼 想拿两个鸡蛋 配着韭菜炒着吃 都吃了 回头拿啥卖钱 嫌赏你别吃就是了 这样老大他们也能多吃点 别以为老娘不知道你在想啥 家里就熟你嘴最馋 咋的 今天回娘家没吃上两口鸡蛋 嘴上说着小林氏 但林老太还是咬牙 往坛子里掏鸡蛋 娘 我娘家那条件 你又不是不晓得 好不容易存几个鸡蛋 哪里舍得吃 我爹娘满心盘算着 给我小妹招坠呢 娘 我回来了 张大夫也来了 张大夫 怎么样啊 都是皮外伤 没啥大事 注意伤口别碰着水 涂上药羔羊几天也就没事了 那不知道收麦子之前 他们的伤能不能养好 尽量吃点好的 好好养养 到时候下地适当干点活 应是没问题的 这肚子都吃不饱 上哪儿弄好东西给补补啊 真是愁坏个人 那个张大夫 还得麻烦您帮我孙女也看看 他这多年的傻病今日好了 又挨了几下打 我们实在有些不放心 张大夫听言 很是惊奇 邻村 离得又近 对程家有个傻子 这事是知道了 没想到有生之年 竟真能见到傻病能好 没啥事 是个有福气的 没什么问题了 那个张大夫 我娘今日也被开了两下 劳烦您也给看看 王氏想拒绝 多看一个人 就得多给一个人的诊费 他哪里舍得 看看吧 出乎众人意料 林老太竟然开了口 面对家里人诧异的目光 林老太颇有些恼羞成怒 又顾及着有外人在场 只暗暗瞪了几眼王氏等人 这一个两个的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的还以为 我往日里是有多刻薄 几个没眼色的蠢货 张大夫给王氏看完 自然得出了一个 除了身体需要受补 其他没什么事的结论 他对程家人也只说了 王氏身体没什么问题 看着张大夫往陶家去的背影 林老太再也维持不住脸上的僵效 不就给四个人把了个买 再加两小瓶药膏 咋能要一百个铜板 这张大夫心也太黑了 王氏有心为张大夫说句公道话 只那两瓶药膏就得六十文钱 再加上出诊费和看诊费 张大夫收一百个铜板 是真的不算多 只是王氏不敢 眼前这家人穷得尿血 一盘炒鸡蛋竟然都吃得泪流满面 就连空盘子都要舔上好几遍 苦 真是太苦了 我一定要尽快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 到时候吃鸡蛋吃到吐 你们几个懒货 都什么时辰了还不起床 大姐 快些起吧 不然奶又要骂人了 奶 我今天想去趟县城 阿婉 你去县城干啥 咱家可没钱让你去闲逛 而且今天可没有牛车去县城 我这不是刚好吗 想趁着地理的活还没忙起来 去城里见识见识 还想着把张大夫的药膏 拿去给城里的大夫看看 智商的效果咋样 毕竟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那你还挺会操心的 可不是吗 二婶 受伤的是我亲爹和亲大哥 我当然操心呀 愿意去也行 反正现在地理还没忙起来 但是你可想好 走路到县城要走两个时辰 我想好了 我去 城外想 别说走两个时辰 就是走三个时辰 他也要去 他迫切地想改善生活条件 他想大口吃鸡蛋 想吃肉 二婶 你陪着你妹一起去 来 拿着吧 一防万一 就这四文 多了没有 看着点时间 别天黑了还没到家 四文钱 这可是俩鸡蛋啊 可是俩孩子去县城 不能真的一文钱不带 万一有点啥事呢 花不掉再拿回来 可千万别弄丢了 来 我肯定拿好 能不花就不花 你就放心吧 城晚站在县城城门口 看着不远处的城门 眼泪都流了下来 天知道 他是怎么坚持着 走了接近两个时辰的古代土路 刚进城 城晚就直观地感受到了 和村里完全不同的烟火器 路旁的饭馆 此时正是热闹的时候 二哥 咱先去当铺吧 自打城晚在路上 自导自哑了一场戏 解了条金项链和银镯子后 城二平整个人就时刻紧绷着 生怕被谁知道城晚怀里有宝贝 上来抢劫 就像现在 城二平压根顾不上 看期待已久的县城 只紧紧跟在城晚身边 有些防备地看向其他人 阿晚 咱们真的要当了他们吗 要不还是拿回家 让他们拿主意吧 我捡的东西 我做主 而且咱们又不是乱来 当了以后有了钱 也好买些吃的用的回家 二哥 你难道不想吃肉吗 提到肉 城二平咽了一样口水 他长这么大 只吃过一回肉 是有次城大牛和城二牛 去别家做工 主人家赏了一碗白菜炖肉 城二平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香味 从城际当铺出来 城二牛整个人有些晕乎乎的 似乎还不敢相信一样 阿晚 咱们这就有了 一百一十五两银子了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哎呦 是做梦吗 不是梦 不是梦好 咱俩回家和奶他们说 他们只定得高兴地昏过去 城晚也很高兴 他本来想着两个东西加一起 能当五十两银子就不错了 没想到只一根金项链就当了一百一十两银子 使他低估了那项链的款式和工艺 对古人的吸引力 只是咱把一百两银子先放陈老板这儿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 咱们来之前不是打听过了吗 陈老板在县城生育很好的 他犯不着为了区区一百两银子给自己惹麻烦 招来闲言碎语 走 吃饭去 城晚和城二平没去饭馆和酒楼大吃一个 而是选了路边一家卖馄饨的摊子 馄饨皮薄肉多 两个人吃的头都舍不得抬一下 安婉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可惜奶他们没来 吃不到这等好东西 吃完馄饨 城晚去了当铺老板推荐的回春馆 要把张大夫给的药膏拿给城里的大夫看看 可惜城晚和城二平去的不巧 曹大夫出门给人看着去了 只能一个时辰后再来 安婉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租车行 租车行是啥 走马车的地方 我在当铺问了陈老板 他说就在城西 你估计是走神了 没听到 去那儿干啥 当然是租车呀 不然还能干啥 安婉 咱走回去就行了 费那钱干啥 虽说现在都里有点银子了 但花钱的地方多呢 二哥 我是走不动了 而且咱们等会儿还要买好些东西呢 就咱俩怎么把东西带回家 况且租辆马车 咱俩最多一个时辰就能到家了 这样咱俩也能多些时间逛逛县城 咱俩可是好不容易来一趟 租车的过程很顺利 说清要去哪里 什么时辰出发 再交了定金就算成了 这也太贵了 竟然要四十文钱 搭牛车来回只要四文钱呢 被乃知道了 乃指定要骂败家子儿 承晚不理会承二平的岁岁年 包出租车和坐公共汽车 花的钱哪能一样呢 反正承晚是觉得这四十文化的挺直 搞定了回家的事 接下来就是承晚期待已久的购物 客官 你二位想买点什么 承晚看着眼前一脸笑容 招待他们兄妹二人的小二哥 想到目前为止 事情办得都很顺利 心中感叹 这也不像电视剧李演的那样 小二一般都会以貌取人啊 这头一回来县城 遇到的人脑子还都怪正常的 更没遇见什么坏人 小二哥 我们兄妹俩想给家里买些粮食 麻烦你给介绍介绍 这各种粮食都是什么价钱 这小二听到承晚的称呼 脸上的笑容更大了 这里最便宜的是粗粮 只要四文一斤 七次是糙米 五文一斤 沉米六文 酥面七文 普通的米九文 最贵的药数这细面 精米 以及糯米 细面十五文一斤 精米二十四文一斤 糯米三十文一斤 安晚 咱们买些粗粮和糙米就成了 其他的都不便宜 承晚也是这么打算的 像承二平说的 家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别说承家这条件 就是县城里好些人家 估计也吃不起细面和精米 快递柜里还有十斤面粉 只是现代的面粉 比这古代市场上的细面 还要白细的多 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拿出来 只能先放着以待来日 承晚和承二平商量后 最终要了一百斤陈米 一百斤粗面 四十斤普通的米 刚好一共两十粮食 再加上家里的存粮 足够支撑到全家宝度 到下收结束了 买完粮食 承晚和承二平 一起继续购置其他的东西 谁知就在二人 途经一条小巷的时候 被人拦了下来 此路是我开 此书是我在 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是香的 把身上的钱都交出来 看着对面拦路的三个男人 承晚只觉得脸有点疼 从他在凉铺的时候 还想着今天一切都很顺利 没遇到什么坏人呢 结果现在啪啪打脸 你们拦错人了 我们没钱 没钱 没钱手里还领这么多东西 把老子当傻子师吧 劝你们把身上的钱老师交出来 免得受皮肉之苦 老大 别跟他们废话了 臭他们穿的那样 买东西的钱 自不定是哪来的呢 二哥 你往后站 等会儿打起来 别伤着你和咱俩买的东西 对面听见承晚这话 三人喷笑下 实在是承晚瘦弱的外表 太具有欺骗性 哼 我是真的很不喜欢K架 想做淑女的 可是总有人来招惹我 说完 也不管在场人什么反应 抡起拳头就冲了上去 那三个男人 本来笑得还挺开心 可是当承晚的拳头 砸到身上的时候 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哦 少爷 这姑娘好彪悍 三个不长眼的混混 想打劫的 没想到女主反手 就是一顿宝贵 吓得三人跪地求饶 少爷 这姑娘好彪悍啊 被叫少爷的男人 看着不远处 揍得三个恶霸 哭爹喊娘的承晚 棱角分明的脸上 一片沉静 是挺彪悍的 用不着你去帮忙了 承晚顺着声音来源的方向看去 眉心微皱 看这人长相穿着气度 只怕来头不一般 应该不会多管闲事吧 男人像是看出了 承晚眼里的意思 朝承晚微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了 你们三个识相点 把你们身上的钱都交出来 安婉 这 这是不是不太好 哼 二哥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 处事公平的人 他们来抢咱们 咱们反抢回去 这不是很公平吗 快点 把钱都掏出来 承晚看了三个男人手里的钱 很是嫌弃的说 你们这不行啊 三个人家一起 还能一两银子 换个行当混吧 尤其是这个漏胸口的 你这老大怎么混的 身上才三个铜板 我也是第一次想结 谁知道就遇上了你 你打人好疼 你刚开始那凶恶样 不像第一次啊 你别是唬我的吧 是他们 他们两个说装成那个样子 才会吓到人 看来这老大脑子不太好 是被人当枪使了吧 承晚把那俩人赶走 有些好奇的蹲下 和这个老大对视 你多大了 看着挺大一个男人 怎么觉得你脑子好像不太正常呢 十四 承晚木制一张脸 看看十五岁的承二平 又看看面前的这个老大 在心里吐槽 十四长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的 以为娃都几岁了呢 这才是外貌诈骗吧 行了 三个铜板你收回去 你抢了我 我把你K了一顿 咱俩也算扯平 想了想 承晚又多加了一句 你的脑子不适合干这个 回家听大人的话好好过日子 以后别跟那俩人混了 他们不是啥好人 说完 承晚和承二平离开巷子 背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承晚 承晚此时并不知道 他随口回答的名字 会在将来帮承家一个大忙 随后承晚回到医馆 发现曹大夫正在和两个 有些眼熟的人说话 是那对主符 先来后到 承晚也没上前打扰人家 只和承二平 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站着等 等着等着 承晚的注意力 就有些不自觉地 放到了顾燕身上 少爷 您看什么呢 没什么 快抓药吧 少爷 晓得身上的伤其实都好得差不多了 不抓药也行的 但晓得知道 少爷是关心 顾燕一边听着少青的许道 一边忍不住 侧头听着承晚和曹大夫说话 曹大夫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想请您帮忙看看 这药膏效用怎么样 少爷 走吧 少爷今天怎么怪怪的 顾燕在临踏出医馆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地回了一下头 看了一眼承晚 少爷 您看什么呢 看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人 什么不太一样的人 少爷您说话 真是越来越难懂了 从药不出来 承晚忍不住感叹 这可真是生不起病 可不是嘛 不过只要大伯和大哥能好受些 可以尽早养好伤 这都是值得的 经过曹大夫查验 张大夫给的药膏 确实有用 但见效比较慢 毕竟那药膏 是张大夫自己制作的 为了让成大牛和成大萍 能减少些疼痛感 尽快养好伤 承晚买了回春馆 售卖的至外伤的药膏 又抓了几副消肿止痛的药 着实花了不少银钱 二哥 咱们要回家了 成二平有些正愣地看着 成婉笑盈盈的脸 安婉 你笑起来真好看 看着就让人觉得心里高兴 暖乎乎的 二哥 咱俩分头行动 你去租车行 让车夫赶着马车 去咱们买粮食的铺子 付完剩下的钱 把咱俩买的粮食装上车 我去当铺 把赞存那儿的银子取了 然后去找你 我晓得了 那你自己小心 那是否贵 那是否贵 你自己信 成绩